这一期视频给大家带了一把新的三国的地图 你看这个房主啊 他开了一个五千的开枪 我们刚开始啊 狗没有造几条 他都已经卡起来了 对不对 经济啊实在是卡钱啊 卡都受不了 这个房主啊 然后他自个儿 选了一个左上角的位置 那很明显呢 他就想着这个人啊 在左上角那五千开局相对而言呢 肯定比我们这几个位置要更有优势一点啊 对吧 而且啊 他也没有开可以在队友旁建造啊 那我们这些有队友的 那可能优势啊就没有那么大了 好 那不用慌 我们呢 赶快把咱们自个儿的这个经济 给他搞出来啊 对对对对对 bandits 然后 poo 你看这个紫色啊 他的这个偷车来得非常快 毕竟他那个位置啊 不需要照电厂前期呢建筑 都有 而且金架也比较好啊 不过呢 咱们呐 想防偷那不是随便 roll吧 这样 对吧我们一个碁 就可以随便防著 他的这个头车啊 对我们 那也是没有任何的用的 好 那我们呢 现在在家里面 赶快多补一些牛车 多找点矿 要不然呢 这个警记 完全顶不住啊 即便我们吃的负矿 那我们呢 警记也是有一段 还没有发育起来的 这个时间的对吧 好 你看这个山上啊 还有一个这个油田 不过这个油田啊 其实不是非常的好拿 这个油田啊 我们要是拿的话 得用飞机 把山上的这个猴子啊 给他 全都打了 然后我们再用飞机啊 运出工程师 诶 然后你看 紫色的那个位置啊 他的伞兵 这就是这样间谍了 你看 这个大兵啊 在天上啊 没有任何的动画 直接就一只溜 从上面 这个伞都不服 他就下来了 对吧 很明显啊 他就是 间谍了 啊 那我们呢 得小心一点啊 不能让他这个间谍 跑到我们家里的 这个建筑旁边 直接就把他给 偷了 对不对 那肯定不行啊 你看 这个上面的油田啊 只有盟军能拿 因为他没有建筑 可以延伸的位置啊 对不对 如果是苏军的话 想拿 那如果说 他有一个延伸的地方的话 那其实还是能拿一下的 不过呢 他没有延伸的地方 那你说咱们的苏军 要怎么样 才能把这个油田 给他拿到手呢 对不对 好 那我们呢 就先在山上 把那几个猴子 给他干掉之后 咱们是不是就可以 小宫兵啊 把这个油田 给他拿到手了呀 好 那我们呢 也赶快招下操武 你看 紫色啊 他的散兵 不对 他的间谍啊 又来了 你看这个间谍啊 降下来 就很怪 正常的大兵啊 他双手啊 他会抓着散 这个间谍啊 直接就叼着 手举一个小手枪 你看 你就说吧 谁都能看得出来啊 他是一个间谍啊 对不对 然后啊 这一波咱们的队友 吃了中间的这一片油田啊 很明显 东吴的这个位置 直接就穷的 有点受不了了 对不对 东吴啊 哎呀 这一波咱们想给队友啊 发一个信号 让队友给我们 透一下中共的心啊 但是很明显 队友也没有领会到 我的意思 好 那你看 啊 没有开队友旁建造 我还想把我们的这个建筑 找到队友家里呢 但是很明显啊 找不过去了 右下角的东吴啊 基本上是已经 直接先走一步了啊 东吴的那个位置啊 实在是太穷了 他都没有富矿啊 没有富矿 五千开局 还没有油田 直接穷了 裤衩 真的就当了啊 直接一波被当场带走 家里坦克 他都没几个了 对不对 好 现在啊 我们拼赢的心 虽然说是搞到手了 但是我们中工的心啊 还是没有 再加我们啊 家里面的这一边框 已经吃光了 对不对 那我们就必须得 开一下后面的这边框 先把后面的这个 南蛮梦祸 给他解决掉 你看 三个冷冻冰啊 瞬间飞过去 是不是 就把这几个天气 给大家吸住了呀 我们啊 也用不着油理了 好 这个时候 我们想偷信的时候 哎呀 坏了 这紫色啊 直接去进驾 把我们两家的基地 给打掉了啊 正好啊 他光能传的这个位置 还比较好啊 哎呀 那这就有点 难受有点伤了 对不对 我们这两人 那基地呢 都没了 那没有办法了 只能在这之后啊 咱们看看 这能不能 去再搞一个基地回来了 现在丢了基地的情况下 咱们这把想赢 那肯定难度 就要高了很多了 对吧 好的 现在啊 我们的超之功好了 超之功好了 暂时也没有什么 能够用到超之功的一些地方 那就 咱们刚好 透一下心吧 啊 咱们现在超之功啊 过去 也打不到什么东西啊 咱们不如呢 直接超之功传送过去 透一下心啊 要不然这对面 这几个人啊 防偷防的都停死了 一直 他的视角都在家里 咱们想偷到他的心啊 还真的不是非常的好偷啊 对不对 好 那现在啊 上面的这个紫色 我肯定得跟他报仇啊 他这个啊 实在是有点太过分了啊 一波光能啊 传过来 把我俩基地都给带住了 其实他手上啊 兵力是没多少啊 但是他呢 刚好也是一个法国啊 不知道这个防阻 他是不是首选的 跟他玩了两把 两把这个防阻呢 运气好啊 好像都是法国 好那你看 这一波啊 这个小黄 直接把他的这个坦克啊 给 拉了上来了 这一波黑坦克啊 不过问题不大 这一波黑坦克啊 想要打掉我们啊 没什么机会 因为我们家里面 现在已经有了很多的 这个一性的暴力咳嗽了 对不对 上方的这个紫色啊 咱们现在必须得找办法 把他给消灭掉 虽然说啊 他可以形成一个对右边卫国 一个犄角之士 对不对 啊 他在徐州 我在小配 但是啊 我肯定不会 屈居于想在小配的呀 咱们肯定得把他这个徐州 肯定要给他 抢下来 哎 你看 这个紫色啊 很明显啊 他心怀鬼胎啊 想跟我们操作 想跟我们操作 结果他光了不知道往哪船啊 就往前见船 看能不能拆掉我们一些东西啊 结果呢 跑到裂痕里面 传送 你看没什么东西 好 那我们呢 准备过来打他核电的时候 你看 哎呀 他这里啊 开局家里面 送了太多的防空罐了 连防空啊 都不需要 照照 就能轻松 防住我们的这一波文章了 然后你看 光人 光人又上来 你在裂痕里面 敢这么大胆的往前面冲的吗 好 你看他的光人啊 被我们全都给消灭掉了 然后呢 他的这个超速空啊 一直过来搞事情啊 我们直接用闪电啊 一闪爆他的这个超速空 然后中间呢 这个魏国又打过来了 好 我们呢 传送一波坦克 哎呀 有几个幻影 先把幻影给他打掉啊 然后我们直接打掉他的核电 因为他只有这一个核电站啊 咱们只需要打掉他的核电 那他大概就停电了啊 我们再蚊子跑到他家里面 就死了呀 这 咱们还有电呢 而且你看这一波 中间的压力也打过来了啊 我们在没有什么东西的情况下 要2倍4 啊 这基地都没了 情况下 咱们还要2倍4 这打的难度就有点大了 不过还好 对面右上角啊 配合 还是差了一点啊 这一波 铁木杀的坦克不仅少 而且呢 而他的坦克啊 还铁木杠杆 全都跑了 你看 他的这个啊 左上角的位置 带法国的大炮 实在是太绝心了啊 不过呢 现在其实他左上啊 已经没有什么经济了啊 左上虽然说前期啊 有一波爆发 但是只要我们不死 打到后期 他那里会特别的穷啊 那我们赶快抓住机会 因为啊 对面的核弹 咱们吃不起对不对 搞一个弹亚车 直接 哎 哈哈哈哈哈哈 把他的这个核弹呢 就给他炸掉了啊 这个核弹啊 咱们完全吃不起 你看我现在手上 就一个兵营了 一个重工 咱们的生产建筑啊 一旦要是掉了 那这一把铁定 完全打不了了呀 对不对 好 你看这一波啊 对面有几个防空 我们给队友啊 发一波信号 事业跟队友一起 把这个防空啊 给他直接打掉 那我们啊 之后对面是不是就没有防空过来打我们的蚊子了呀 但是这一波啊 咱们的队友过去拆一下对手的这个铁幕了 那就没有办法了 能把对手的铁幕拆掉的话呢 其实啊也不亏 好 那我们呢 把对手的这些防空啊 给他消灭掉了 咱们的队友呢 就跑到对面家里面呢 刚好拆掉了两个铁幕 你看 这个紫色 没偷到新的光能 一直跑到我们家里面来过来 跟我操作 基本上高地啊 有个大炮啊 咱们这一波打 他这两个光能啊 也是非常选择的 而且你看 他打了半天啊 其实才展出来这几个光能嘛 天气啊 实在是太差了 对不对 好 那我们呢 搞一个蚊子过去 看一下紫色家里的地图 如果说有机会 我们就可以把他一波带走了 看紫色家里面呢 好像牛车也有点少吧 兵力其实也都没了啊 那我们呢 这一波我想了一下 这个紫色就放他不管了吧 肯定紫色啊 也不是特别的厉害啊 他手上也没有超过了 对不对 好 那我们那就先集中精力过去 应对一下右边的这三家 好 我们先超死攻啊 看能不能过去 偷一下他的这个超死攻突击队 那这光能在旁边啊 光能在旁边的话 想偷这个突击队 好像难度有点大了 那我们呢 就不透了 直接准备弹牙过来 先炸掉对手的铁木 因为不能让他光能啊 超死攻铁木过来 那我们肯定挺不错 好 再过来啊 炸一下对手这个核电 哎呀 这一波这个闪电啊 真的不是非常好 没有把对手的这个核电量 给他打掉去 本来是想打掉血了之后啊 直接一闪啊 闪爆他的核电了啊 哎呀 那这一波全是亏了啊 要不然的话 我们还不如直接 一闪掉这个粉色的超死空呢 结果导致啊 粉色的超死空啊 并没有掉啊 对不对 好 我们的蚊子啊 先跑到对面家里面来 把他的这些光能啊 全都给他打掉 打掉之后 赶快 这几个光能啊 打掉我们也完全不亏啊 这几个蚊子换掉对手 很多的这个光能坦克了呀 对不对 然后东吴啊 最终的这个毒苗 小红 也受不了直接投降了啊 哎呀 你看 对面 搞了很多的蜘蛛啊 但是我在打的时候啊 咱们第一时间 并没有看到这个 他的要铁木蜘蛛啊 本来我们还以为 他要铁木坦克的 对吧 结果呢 他的蜘蛛啊 跑到最前面的时候 我才发现啊 他要铁木蜘蛛 但是问题不大啊 你看我们这里啊 细节留一些坦克 用来堵住 他的这个蜘蛛的路 你看他的蜘蛛啊 还有五百块钱 你干哪 我们 哎 报纸壳子 全都拉到外面去 你看 刚好啊 这些报纸 全都中了对面的蜘蛛啊 对吧 我们啊 基本上是七百 换五百 所以这一波 也不是太亏 好 那我们呢 手上 现在准备一些 这些报纸 感觉已经没什么用了呀 现在我们必须得打出来 更高的这个战神笔啊 要不然的话 完全没有机会啊 对手的这个坦克 虽然比我们要做太多了 因为我们现在手上啊 这些报纸 盒子的实力 完全打不进去啊 哎呀 家里面又来了一波超时光啊 想过来干掉咱们队友的这个中光 但是很明显啊 他的期望落空啊 那里看 我们呢 本来手上其实存款还是挺多的啊 但是花的花的 现在手上 前沿已经有点少了 好 咱们啊 准备一个进点车 看看能不能拖到他的这个超纸的突击队啊 要是能拖到突击队的话 那这把肯定会打得明显会简单很多 对吧 好 我们直接下车 哎呀 这一波下车啊 他没有弹出来 他要是下车的时候啊 弹出来的话 咱们这一波是肯定就能拖到了 没有弹出来的话就略危险的啊 有点伤了 好 那你看现在啊 闪电已经基本上快好了 但是啊 对面家里的这些超级武器的数量还是变得多 哎 你看 右上角的紫色啊 很明显自个儿啊 把自个儿给穷死了 不想玩 直接就推了 好 那接下来啊 你看小黄的这个铁幕也好了 我们必须得严防死守啊 不能让他在铁幕坦克进到家里面 帮我们拆掉了太多坦克 好 你看 咱们想这一波小黄出门没打散 咱们两家的蚊子 直接给他来个洗头服务啊 对不对 你看 他的坦克啊 其实也跑了一波马拉松 铁幕到我们家里面的时候 想让他拆我的超级 那肯定没有机会 我们坦克直接堵住路 配合建筑 你看 他的这一波啊 铁幕坦克 反而把自己的坦克啊 全都送光了 对不对 好 那我们呢 这一波进攻打过去啊 这个小路口啊 路口太小了 打不进去 打不进去的话 我们直接闪亮 P一下他的这个铁幕 他铁幕啊 第一时间修了 但是没有关系 我们直接啊 中心的补刀 你第一时间修 我们也能把你的这个铁幕 给他一波带走啊 对不对 好 然后 咱们的蚊子 直接过来给他的蚊子 不得给他的这些好兄弟啊 挠个头 挠个头 他的这一波坦克 肯定顶不住了呀 没有扛伤害的了 好 让我们的大规模的报纸 直接一波冲到对手的家里面 哎呀 你看 这一波啊 咱们的坦克 还是能打出来很高的战胜啊 哎呀 那咱们的队友在干什么 队友跑了 哎呀 坏了 没有发现对手的这个超速攻啊 已经 好了 咱们主力的这一圈幻影坦克 被对手给传掉了很多了 而且我们现在 有一个很难受的地方 就是咱们造的一些坦克啊 速度实在是太慢了 那没有办法了 咱们这一波进攻啊 可能咱们的队友啊 是想我们左边给压力 他从右边啊 再给一下压力的把对手的这个核弹啊 给他拆掉了啊 那这一下咱们的幻影 被他全都给传了 实际上还是非常的伤了 好 那我们呢 再准备一个弹亚车 这一波弹亚车啊 即便炸不到什么箭筑 咱们也能稍微摸两个 对不对 哎 摸掉了对手的一个高科技啊 一个高科技摸掉了 那肯定就已经赚了呀 好了 其实啊 我们现在手上有一个这个超时空啊 有一个超时空 那 以现在的这个局势啊 我们超时空弹亚车的肯定是没什么用了 对面在家里面准备的 这些油理啊 数量实在是太多了 以弹亚车的这个手 咱们想处理掉这么多的这个油理啊 时间 那肯定是跟不上的啊 好 那你看对面啊 又过来打进攻了 想要干掉咱们中间的油田 可惜呢 出门没打伞啊 或者说呢 他们这个伞带的有点晚了 好 你看 他的这一波坦克啊 虽然说伞 及时的上来了 但是其实好多的坦克啊 已经被我们给打残了 对不对 然后你看 他就带了一个铁木冲了上来 铁木 这有什么用吗 那铁木我们的蚊子啊 也能打他 没有被铁木铁到了这些坦克呀 好 那你看 这一波蓝色啊 就把他的坦克给送掉了 咱们这一些一心蚊子的输出啊 那还真不是跟他开玩笑的 好 那我们那四个光人 已经准备就终 赶快传到小蓝的家里面 哎呀 这粉色又把我的坦克给传走了 但是没有关系 我们后面啊 光了 已经进家了 对不对 那右边的核弹啊 咱们赶快找到机会 把他核弹打掉 因为我们现在啊 已经吃不起核弹了 好 赶快过来摸一下 他的这个基地 哎呀 基地没有摸到啊 这一波没有摸到基地 实在是有点太伤了 哎呀 这波咱们 坦克啊 稍微有点小失误啊 送掉了一些坦克 但是比较可惜的啊 就是他的这个基地 咱们没打掉 不过还好 咱们后面啊 有几个土飞机啊 赶快过来捕个刀 把他土飞机给干掉 我们现在手上啊 纹数量还是非常多的 哎 对面啊 想一波冲过来 他没有超五啊 对吧 没有超五 他想冲过来 我们就可以直接压入这个桥啊 对面完全 也没有什么 能够进攻过来的一些机会 哎呀 结果啊 对面这一波 从中间的桥 还真一下子冲过来了 没有关系 我们现在手上啊 有这么多的这个蚊子啊 对吧 呃 这一些多功能的防空啊 完全不要慌 咱们的蚊子啊 打对面的这一些多功能 那肯定还是 没有任何的问题了 好 咱们再准备一个小修车啊 把我们手上的这一些坦克给他修一修 不过这倒是让他练出来的 这个三星的多功能啊 哎 这个黄色 坦克个人有点小发胆啊 我们直接过来 把他的坦克点掉几个 然后对面的这个多功能啊 从下面 好像想搞点什么事情啊 但没关系 我们有冷冻兵啊 对吧 直接给冷冻兵啊 边上两个边队 哎呀 我这个距离啊 有点远 第一时间没把他两个这个车啊 全都给他动 但没关系啊 我们现在手上还有一个车 哎呀 直接上来啊 换掉了我们队友的重攻啊 这一波虽然说我一个冷冻兵 第一时间动了 但是队友的重攻还是掉了 你看在这种啊 这没有基地的情况下 容错率实在是太低了 要不然我们现在 能够把队面压到家里面的情况 那不仅啊 西凉的框我们能看一下 这右边啊 动物的框 我们也能看一下 就是导致啊 我们虽然说 坦克能够站住中场 但是没有办法进一步扩大我们的游戏 只能把对手啊 一波给他打死 然后你看 这右边的蓝色 还把他的核弹照到了 海的位置 这个海的位置那还真的有点不太好搞啊 而且我们超时空啊 去炸对面的话 只能过去炸一下对手的这个铁木 因为你看 他的核弹旁边啊 准备了太多的这个油理啊 这么多的油理 咱们顶不住啊 好 那我们炸掉了一个铁木啊 再来一个倒车入扩 再炸掉他的一个 第二个铁木 唯一可惜的啊 就是这个黄色 他没有动弹的这个基地 咱们没有把它给带走啊 对吧 好 那我们的坦克啊 赶快抓住一个机会过来 直接把黄色的坦克全部杀光 然后咱们的闪电 也已经准备好了 那我们的飞机啊 也提前起来 不过就是可惜啊 咱们今天一闪 加上这几个飞机 想把他的这个核弹 给他打掉 但是我们可以 一闪 加上飞机直接搞掉 黄色的基地啊 对不对 我们丢了这么多基地 你也别想 搞多少基地 然后你看 哎呀 这一波小兰啊 既然把他的坦克 全都拉了上来 这一波绝对 给我们送金案的 你看 坦克想撤退 直接一致长城之阵啊 我们的这一些一心的幻野 那绝对不是跟他开玩笑的呀 对不对 好 那你看 对面啊 这个黄色 基本上废了 还剩一个粉色 粉色好像也没有基地了 粉色最后一个有基地啊 就是这个蓝色了 但是呢 蓝色 手上有个核弹 哎呀 坏了 核弹已经快要发射了 我们这个时候啊 还在准备一个坦亚车 准备我们的这些坦克 向上塔亚车过去 把对手的这个核弹啊 给他解决掉了啊 结果 他这个核弹要发射了 那 这一枚核弹 咱们想躲啊 肯定是躲不过去了 我们这一波 超过绝对不能有问题 先听一下核弹 很明显过来 炸我们的中国的 但是你看 我们的这个幻野啊 手比较长 他的这个溪流呢 必须得点色 贴近我点色 他才能打到我们的幻野 对吧 你看 我们哪直接少量幻野 凭借操作啊 把他的这些坦克 全都给他处理掉了 就我们剩下来的这些幻野 你看 全都是三星啊 那赶快抓住机会 你看 直接过来啊 点对面 源源不断造出来的 这些新坦克 咱们的队友呢 后面 又有很多的冷冻兵 可以操作一下 咱们赶快过来啊 点掉他的防空 咱们的坦克 哎 离对面的核电啊 必须得远一点啊 防止他一发核电自爆 炸掉我们的这些幻野 那这一把 可能就不太好整雷啊 对不对 然后你看 对面搞了很多的这个牛车啊 牛车再加上啊 好兄弟 想过来跟我们的这些 三星幻野打操作啊 虽然说牛车啊 打我们的这个幻野 是有点输出了 但毕竟我们这些 全都是三星的啊 对吧 这三星的 我要是还是打不过你 那是不是有点太丢人了呀 好 你看 对面 把自己最后的牛车 也都用光了 哎呀 让我们这一把啊 就赢的也是非常的坚守 主要就是了前期啊 被左上角的子子 偷击偷掉基地了 然后这一把 导致这2V4实在是过于艰难啊 好 那这把我们就一不小心了 就运营了 对不对 那感谢各位的收看了 兄弟们 这一把点赞关注啊 应该完全的 OK 没有问题 对不对 好 那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